未靠充的 想增加勝算 最好都是感覺一下市場反應 上華盛通新股學堂 了解了股的背景資料 業績股值 股未抽就知道是甚麼 華盛通還有些隱藏功能 好像新股calendar 會展示出抽股日期 還有補本計數機 入多少手 槓桿配數 抹折利息 上線當日升多少才補本 全部有數得計 把握得好 新手都可以大把斬鑊 最好了 你好 想看 很忙嗎 又看中哪支基金 不是,我只是幫傻傻選擇學校 不過買基金 我反而輕鬆多了 你可知道 作為媽媽 經常性有很多工作 一個不流神 會失去機會 幸好最近發現一個好工具 就是華盛通 早就定好了 市場有什麼動靜就即時發出最新消息給我 還支援EDDA入金 24小時即轉即到 不過有時候我太忙了 所以我買賣是ETF 看他不用長期看著 ETF即是什麼 是不是都適合新手玩的 其實ETF即是指數股票型基金 我老公也說 巴菲特也說適合新手玩的 簡單來說 就好像一個投資組合 類似是盈富基金 一次過你就可以賣50種恆生指數成分股 所有東西都是Deford好 又不用自己去選股 華盛通有個頁面是專門ETF 裡面還有一些影片看的 我身邊所有的太太朋友 都是看影片去學投資的 所以想知道有什麼組合 就可以立刻按入圓面看 那麼多選擇好像很複雜 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基金組合選擇靈活 整體的風險自己都可以控制到 如果市場大上大落 或者是不穩定 或者最近沒有什麼新股抽 買基金就是最保本的了 我自己都用華盛通 買這個美股的ETF 主要看中它 投資回報很穩定 分分鐘更高於銀行 我自己買來 就是幫我兒子儲錢 或日後讀書用也好 其實華盛通也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美股、A股、奇權 或者你可以抽這個IPO 都可以 如果你不熟行程 你就下載華盛通的APP 去看看財經的QOL 去做一些專欄分析 或者上社區和其他融合交流 收對方、買對股 分手都可以將有限變無限 FollowMinson 買股票有什麼經驗分享一下 股場如戰場 我當然是拿過場 不過打大落 我真的沒想過 以前都沒有那麼多背景 哪個人打呢 底部又不夠人厚 收風又不夠人快 連裝備都消人搞一條街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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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氣就不切預期 開始天氣都陰陰地下著雨 未來還有幾場大雨要下 是啊 今個星期中要下幾場大雨 市場當然是現在的烏雲蓋頂 烏雲蓋頂 是不是一片仇雲茶也沒有呢 那又不是 還沒怕 你還沒看到市場出現恐慌 港股 港股的 這個 港股還沒出現恐慌 這個 跟著就 美股也沒出現恐慌 嗯 A股 沒有A股 就 應該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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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的 時間的問題 是的 今天上证是跌少少的 跌十点而已 美国跌几百点 香港跌五百点 上证都是跌十几点 相对来说股市是好的 经济是不好的 昨天就出了出口数字 昨天中国出口数字 就比预期矮 比预期矮很多 你看到一下子 A股跌了 昨天A股跌少少 跌穿三千 不是他收到刚刚三千点 今天又跌穿三千 最主要就是A股跌不重要的 就是会升的 人民币跌就要小心 人民币今天就六七七 很关键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扔穿就七元 接着七个二 这个大家就真的要有话 就是你 我们最初就是六个四毫多 六个六毫多 接着你六七七非常关键 人民币六七七非常关键 你看它那个出口呢 继续跌的 你看明天的PPI 对了 CPI就不用太担心 CPI的猪肉不贵 但是PPI生产成本是高的 那你昨天中国出了那个出口数字这么差 就拖了个油 现在市场就很担心中国的经济状况 那时间的 一定回来的 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时间 你看到这个又开会 那个又开会 跟着又说稳定的经济 时间 你给它一些时间 看其他市场就可以了 我们很难看因为中国的市场 因为你不知道它有什么货币政策 将来会出 这个财政政策 什么时候会有 那你们就 不过我们港股呢 就挺大压力的 美金对港元 港元在弱方 美金那么强 港元在弱方 人民币又跌 那A股又跌 跟着中概股又跌 那我们的恒指就给 这些一种东西拖住了 不过今早开出来 最深都是好像六百多点 现在就跌五百多点 其实就真的不是跌得多的 这些位置你开得低一定有人买的 今早早 万九边的人肯买你 没那么低的 一九零几 你两万点跌到一九零几 就跌成千点 不是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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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回上来 弹回上来 现在就 你要过了一九四 现在就一九三一八 今天最低是一九零六三 在说期货 是啊 一九零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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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弹回上去一九四六三 那你就 安全了 不用怕 不用太担心 不算差的 就是港股今天是低开 但是如果你看回 今天都还叫 有人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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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开有人买东西 不用太担心 不如先讲一下 先讲一下美匯 美匯都 真是高 103 1036多 强 10368 昨天就最高去到104.8 那你没有的 你美金 鲍威尔都说得很清楚 加息 就 没有 原念的了 那 星期五 上个星期不出了 浪费费路 就与人数同样 持平 失业率又是差不多 那就是不会移动 那个货币政策 继续 现在紧缩的货币政策 嗯 虽然他说了 不会加 不會加 0.75 但是 你其他的 那些 经济体 就没有美国的 那个 经济那么好 美国的 如果真是人比人 真是比死人 美国的出口就上升 中国的出口就下跌 那 这个一来一回 那 美国整体的经济真是好 很强 但是 加息这样上去 你的经济强 不代表任何事情 因为 高估值 现在是在杀估值 之前越高那些就杀得越深 所以那些 纳紫就跌得深一点 那美元也继续强的了 就没有 不要说 就是他很刻意 去做淡它 那他都是上到去 区间頂部多一点 我们通常 102 104 他跌少少104.2 都是104 他如果再跌穿104.5 就 104.106 就真是 这个真是终极的了 106 106 看到106 你瞇了眼 飞樸出去 堆他美元 堆他美元 如果他够胆上106 我相信 现在整个市场 那些 美元的好仓走 就是现在整个市场 就是那些 欧元 英镑 澳洲 这个 日圆 全部都是大淡仓的 全部都是大淡仓的 如果你看CFTC的 那个 position 全部都是大淡仓的 全部都在做淡一些 非美货币 那你 今天回来 你看看澳洲 哇 跌穿了0.7 下到693多 吸引的 但是真是没办法的了 就是现在呢 就是你要很忍得的 就是你看到它吸引 不代表能买的 就是你这些 澳元那些 你穿了0.7的 你不上回0.7 不能买的 不买7 不能买的 最起码都698 你才好买的 甚至上到0.7 你才好买的 现在跌了下来 你就等它自己3.4 等它扔下去 我刚刚也有网友问 澳元有什么位置可以沽 现在不是想买的 是啊 沽啊 沽啊 7030过不了 70307050过不了 你那些位沽 你那些位沽 如果想沽就是那些位沽 下到去 我看它都是69边 688 那些就应该差不多了 那你家圆就去到130 即使是13020 现在 昨天再破 昨天那些低位 家圆就散了 13050再穿就是13150 它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出来 那家圆真好 是 纽西南一样 纽西南就63边皮了 越跌越低的 即是这些澳柳加 其实都会加息的 它们和这个 家圆就有少少了 美汇指数 澳柳呢 没有的 所以澳柳它再下去 你现在你们不要心急买飞美了 因为那个形势不好 你真是等到美金 吐气掉头 你们才能考虑买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的 要用的 要移民的 你这些位置 很多都可能是 又是近年的低位 那些飞美 那你可以买些些的 然後慢慢租入 要换 然後移民的话 你慢慢换 日圆就 昨天去到13130 今天又缩下来 13030 升不穿12980 又未得好的 日圆又没有干预 继续是超宽松 所以 131 那些日圆都差不多了 是吧 它跌不下 它跌不下 如果穿13180 132 可能会走多些少 市场就看很淡 但是就不跌了 开始不跌了 看看它会不会 升得穿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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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些 欧落就没什么上落 中间日中 就穿过105 现在又上回105半 又是这些 分水岭来的 你低过105 50 就没那么好的 高过105 50 是否很坏 现在就是憧憬 看看它什么时候 说 说移动货币政策 英镑是经济不对板 昨天试试拿12260 现在又弹上来 12350 12350 你不过12380 又是不能买的 12345 偷鸡 偷鸡买都可以 但是要过12380 才会好 英镑 英镑 人仔说了 677 这些位置钉穿 就7分了 会有机会7算呢 人仔 有机会的 那我们7算再换 现在不换 6.6 那时候我换了 我就不换 好 因为真的弱 整个整体大陆的经济 美金这么强 那个金 就不是很够混合 它不是不弹的 昨晚也弹过上去70多 50多60元 买到 弹上去70多 但是它过不了 过不了 75元 缩下来 缩下来 现在 这个期金 现在是150多 是的 153 1853 你不要给它穿48元 48元穿就33元 48元穿就33元 33到36那些位置买 如果是 如果现在这些位置买了 它过不了60 你都要走 即是金都还可以低 因为金来说 都还算硬正 相比起其他银 銅 油 天然气那些 哇 那些真的跌得夸张很多 你不要给它低过1850 那期金 还有运行的 低过1850 就不一般的 这个是分水量 就是还可以低卖的 是的 就是它过得1850 都有机会60多70元 但是它扔穿了 穿48元它就压下去了 压下去第一站当然是33了 那你想买就1833到1836那些位置 对 半张半张的买 不用心急 好 慢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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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银就散烧了 那些银怎么算呢 这个银是21.75元 如果21.75元再扔穿呢 它就整波银都炒了 整波银炒了 怎么买呢 大佬 没得买的 没得买的 即是这个银就很肉酸 走势 非常 非常肉酸 那些银怎么弄它呢 看看是什么位置先 再跌下去是什么位置 都挺夸张的 26.5元这些位置 一直沽下来沽到 跌下去21.8元 现在这些位置 是啊 那些银这几年的升幅 全部都炒掉了 它现在这些位置是很关键的 这些位置一穿就下去20元 21.75元那些位置穿下去20元 它一定要弹上去的 一定要弹上去的 即是你这些位买 跟它拼命 就是这些位买 穿21.5元那些位置 你就真的打靶了 否则呢 即是正常银来到这个位置 起码弹上去的 5毛钱 弹上去22.2.5元 银弹上去22.2.5元 银弹上去22.5元 金应该还没死 不过 真是不知道银的盘何时会来 来到这些位置 是需要有个反弹的 不过就真是最难猜 你不知道它的盘是否来买 银全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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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些是死位 再扔下去就20元了 扔多个多元钱下去 小心 如果沽它行不行呢 银是否有很高难度呢 沽它 沽它这些位置反弹的 你沽你就22元沽 2.5元只蚀 你穿22.5元一定要打靶 即是21.9元 即是21.9元 沽20.05元升1.5元 你就很走 很够的 沽都是难的 很难的 但是你很有趣的 你这一潮呢 所有商品都跌的 所有商品都跌的 即是你的股市这样调整下来 这些商品这样跌法 又不是很合理的 不合理的 但是市场不跟你讲理由的 你懂就没用的 它不跟你讲理由 它是不让你买到 或者是要趕你走 震了你走 你才懂得彈 你不能谈 所以 先忍住 大家 即是金银 其实来到这些位置 你没有盘 0.5 0.5 0.5 這樣买 你能拼得过 金银 就可以拼得过 其他那些油又散了 油昨天炒 炒大陆的出口不好的 一下子沽下来 109.5 沽穿 昨天早上我又叫它们沽 sale storm 109.5 我想它大约12点多钟沽穿109.5 就没有回头 一直射下来 一直射下来 美股现在很多人都在博去看看有没有反弹 蛋糕不是买的 是给他们沽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SQQ 算数少少 算数少少 不过现在你没得沽的 7.5.6.8 今早上低位度 和现在是差多少 7.5.6.8 17.4 哇 最高17.6 这些位置都可以平一点 7.5.6.8 分段成 分段 你可以平一半 留一半 因为上那天都是16元 现在升到17.6 17.4 可以沽一点 这些位置可以计算 如果明天 应该是明天出 那个数据 美国那边 明天 明天 会不会 出了CPI 会不会美股有机会反弹 不知道 反弹它随时都会反弹 随时都会反弹 这个通胀 这个通胀 明天的通胀是接近9个多 能够够够10 我真的不敢说 9.6 流上的 通胀 因为这些加息 没有反映下去 9.6 9.5 9.6 那你的通胀那么高 那你就继续憧憧它加息 那继续憧憧它加息 那指数当然有点压力了 好我们继续说回商品方面 那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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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油就一直沽下来 沽到来这些位置 大家都会拼它穿100 但是千万不要 顶着 现在是 100万顶着 你倒不如 就 看上边 因为它这么急射下来 肯定出彈一彈的 因为它现在穿104 你当它95 95 95 115 105 它最高是110 现在跌回10元油 下来 是啊 跌回10元油 穿了位 是的 其实 它一棍已经 10元了 是啊 109.5 10元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101.5 不穿了 但是只剩上去的 今天早上市到100元 鞭皮太低了 油可以偷雞 偷雞低买 你现在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放6毫子 或者5毫子 停止 你穿 穿101.3 啊 101.2 或者你倒它穿101 才止虚 都能拨得过 嗯 但回上去接近104 我觉得它 嗯 104过不了再沽 差不多 天然气 天然气 上了 所以说这些 Power Trade 多离谱 它沽了多少张 立刻更新 它为何够胆 看不到 看不到 一定要去买的 哦 哦 你这么疏沽下来 真是找市 这个肯定是被人 做了的世界 几百张 搞错 这些五个千张的 怎会沽到整 沽到这么多下来 即是很大盘 现在在沽 天然气 还是怎么样 不是大盘沽 今早早 几百而已 昨晚黑尾盘那些 就沽了几千 今早早有个人被人打了 几百张 三百张肯定被人骗了 无缺短短的 扔它多少滴啊 六九半 六个九毫半 六八三五 扔了它一百一十五个point 你不要理睬了 撞到坏人了 不要紧了 天然气下来接近七元 你又不要那么大力沽它了 他们都很聰明的 买得到上去的 要买 不过那些盘 买了单 计算了数 你就不要心急 你真是 因为现在呢 你看天气的 spread 7064 7074 我看到一定不会走过去的 以前是7064 就是7065 一点 spread 现在就是10 10点 10点是一百块美金 你一买 你一买 我当你 你买去掃它 074 它扔十格 下去 054 你就输了两千元 怎么跟它玩 不是 兩百元怎么跟你玩 不要玩了 不要买去搞天然气 嗯 你一会就摆那盘 就是摆 摆 三五十点 它撞下来 扔下来 没有 端端扔下来 你买到 你就 你就买 否则也不要买 嗯 跟着那盘呢 昨天穿了四个二 四个二 去到四个二呢 那盘又真是差不多 弹得弹到的 过到四个二才行 过不到四个二 就未是四个二 四个四 啊 现在还是在四个二 楼下 嗯 你过了四个二 才能买的 那盘 跟着那大连铁矿石呢 这两天呢 就跌过来 是啊 它今天回来买回上去 好一点 好一点 好很多 是的 今早早最低13.9毫多 铁矿石 最高15元 15元的口价是假的 都失败了 15.2 就输 那里乘了两百股 是这个 不知道哪个 就可以扣了那两百股 嗯 今早早 曾经有一个offer 很大的 14元 沽了几万出来 嗯 嗯 14元沽了几万出来 嗯 嗯 刚才我们还在这里 13.9 13.9 是 任你买 是 现在已经回到14.28 14.28 14.28 都值得买的 它下来750元 我也有兴趣的 你看看铁矿石 嗯 可以买的 嗯 今早早 股票沽了一阵之后 现在一定住了 升的那些就跌回 跌的那些就升回 好奇特意 嗯 有网有问 九九八八可不可以博反弹呢 九九八八你还博它反弹 你博反弹你博腾讯 啊 700 哇 弹都几多下了 弹回一点 因为今天最低 三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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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十七 那八 你有见到那些股票要跌的 跌到这些位置已经不跌了 例如 例如港交所那些已经不跌了 三百八 是的 三百二十元而已 你现在三百二十元 腾讯是三百三十七元 你博一只腾讯 你博一只港交所 你当我现在三百二十五元买 嗯 它一真的抽到上去和这个 腾讯拍仓的 你就 沽了它买腾讯 嗯 跟着如果腾讯飞回上去你就快很多了 九九八八不要制了 九九八八 昨天跌很多在美国那边 是啊 ADR跌跌8% 其他就没什么了 另外就是 一二一一 今早都跌一成 现在都升了一些 那些汽车股 今早早跌停的嘛 A股 嗯 比亚迪今早早跌停的 大陆 跌了10%的 現在它好一些 好一些 好一些 DYD 好一些了比亚迪 沒有跌停 今早早跌停 我记得比亚迪 看不到 不要紧了 股市都是上下的 嗯 一中昨天的农产全部 其實都 美金那么强 所有东西都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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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彈回一些 所有东西都借低位 彈回一些 嗯 彈回一些你就看它休息咯 美金休息咯 大家都很舒服咯 你講真 其實如果 如果你是看 這一堆農產品 它是小的 就沒有轉的 嗯 其實就是大上落 那樣的 你看看 那豆先 和你 那豆 我還在高位 徘徊的 是啊 穿了少少位 那豆穿1540 就不對板 如果不是都沒有 它都沒有穿低位 就是沒有low or slow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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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豆 1540 1540 不穿不好淡 那個Coin 都是調整的 那個Coin 起碼穿760 才會淡 還有十幾分 小麥 這個價格一定繼續上 小麥還沒有死 小麥你不要做淡 小麥都可以買 小麥1050 穿你才會很淡 不穿就不要淡 小麥1050 1055 我在這位 不穿沒事的 小麥 先寫低的 小麥1055 可以買 小麥 不過現在都差四十幾分 跌兩天就可以了 見到低位可以買 如果那個玉米 玉米去到750 都可以買的 750買 放20 20分止蝕 現在是774 對 跟著看那個豆 這個豆 這些位置都可以買的 這個豆 應該買的 放在購物 購物 這個豆是購物 購物 1605 購物 這個豆 如果抽到穿 1605 又走回 即是升穿才買 升穿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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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死的 好 因為你如果現在貿貿而買 你又怕它會沽下去 倒不如就購物 好 那我們可以說一下指數 指數 指數做好 哪有得買 升了八十滴 看看指數 咦 上證是否好一點 是呀 上證好東西 去3010 我們都說A股是對板 比較淡 沒得淡 沒得淡 倒升 3 2 看看羅素 1766 羅素都升穿了位 放回個盤 看它歐洲進來 震一下下來你們就買 羅素 你放1762 1762 買 是呀 你先放7點指 7點止 好 NQ 現在12268 12268 嘩 它走到這麼高 12268會給我40點 我先 12222買 12222 1421 4條字 是 60點止 什麼事 嘩 道指是沒有理由23222這麼近的 哪有這麼大甲 現在23224幾 321 321 2 321 4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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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21 9 8 32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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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零二零 一三零二零 升穿才賣 是啦 銷售來的 銷售來的 一三零二零 我這個高呼 是啦 六十點stop 是吧 六十點stop 是吧 六十點stop 很快的 它閃上去的 好啦 好 那指數方面就講完啦 是 那今天 先看網友 都想問一下 問一下飛機先啦 293 293好啊 今早七六七 還是七八七呢 今早上下過一下的 七六七 最低七六二 最低七六二 開市那一刻 開市那一刻跌了下去 跟著就彈了 有盤買 現在跌一毛錢而已 如果下面有位都可以買 這隻我真的看好 看好 我還是看好持有的 我繼續持有 戴封口罩 是 有同事在那裡 那什麼位置入好呢 它又想買的呢 就是飛機啦 飛機是七六七 應該 我通常都叫你們 七七七七六七的 這位買 這位買 它上次上到去 八個 七個九毫半 這位是電子營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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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馬克勤的 介紹完你的同事 好 那我就看一下 看看網友的什麼問題 六八六九 看看是什麼來的 六八六九 好 長飛江簽 長飛江簽 對啊 六八六九 剛剛有網友問 哈囉 歡迎歡迎 新同事 我們 新同事 我們公司經常常轉 我也見你經常轉人 怎麼看呢 長飛江簽 這個是不是應該問大師 這個不是 這個問一下 胡遷 或者問一下 蘇基文 挺英俊的 長飛江簽 這些股票要問他們的 不要問我 這個不懂的 不要緊的 那晚一點 晚一點應該有FB Live 問一下 對呀 問一下 尤基金 今早我真的失敗 今早我擺盤買的 那隻是六一二七 超年 買不到 沽寒 差幾格 咦 醫藥股 因為今早我見到A股 每樣都是堆 是那些醫藥 微堆 微堆 跟著市一買上去 就飆了上去 倒升 今早最低91元 那隻超限在A股 現在94元 見到那隻 這個香港的超限 都彈上去了 這樣最低51元 看不到 我放51 我跟著放51.6元 其實51.9元買到 沒有買 跟著標上54元 就是浪費 又走了少少雞 有它 不要緊 其他股票 你這一回合 不要心急 港股呢 因為星期五 之前放假之前跌了 嗯 我們放假之前跌了 你今天一定開出來 個個都淡 一定是抽的 嗯 一定是抽的 但是你再抽上去 嘩 020已經中了 快停了 嘩 厲害的 其實現在港股呢 它今天低可以這樣再抽 現在跌300多點 講一下現貨 嘩 020已經沽了 剛才標了65 正在下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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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不殺 我就應該下跌到129 那些東西 嗯 100點 我看A5不錯 A5不錯 是啊 就是記住 你如果沽了 真的放停 60點停 我們這些 實要止射 對 神經病 現在就是剛剛這些位 13020 你看一下旗子 我當然可以幫你看看 旗子哪個位置沽了 1 3 5 0多 其實多了 這些位應該沽得了 可以沽了嗎 他好ya 走多了一格 我的麥克琪姐 不想啊 那些東西都上了 4.5.0 它走多了50點 沒理由走下去才會沽的 它走多了50點的 5.0.0 其實要穿4.7.0 要追沽的 不過它很毒的 你一講又跌了一點 穿4.7.0要追沽的 它走多了的 我原本預計它4.5.0沽的 它走到上來5.0 殺到上去5.4 殺了 如果我沽了 殺了 我就停止了 它真是好東西 又下到4.7.0了 4.7.0不沽的買 4.7.0了 4.7.0了 強啊 它們很強 勢很強 穿了4.7.0了 好 這個位置小心 這個位置一段線彈上去就5.2.0了 我又是 不過都是應該穩定 好 看看再回答兩隻股心的問題 好啊 有沒有問一隻理想 理想還沒買 營一五 今天都跌半成 80元 哇 今天早上下跌過74個多 是啊 看不到 不過因為這些在美國跌得多 所以它今天早上開低 最麻煩的 它在美國有的那些 你猜昨天跌2元 你猜跌2元 你今天這個就開得太低了 開76 跌到74 就是 有網友說79元有貨 拿著它 也不怕它 起碼85元就給它 有得拚 現在你都贏著它 一元就幾號錢了 79元有貨 不怕 不怕 股票是要這樣的 另外有網友回答這隻 941 跌不跌下去呢 是否可以駁一注呢 941 這隻是要收息的 不用駁的 你想收息就買它 哇 很難看 941點買 是穿50元散光了 現在50.03 我就不買了 不是 雖然我自己拿著 你叫我買我一定不買 看到圖這樣跳下來 A股上就55元 跳下來 打回圓形吧 怎麼買呢 這隻股票起碼52元才能買的 這些位置真的不能買的 嗯 好 最基本上上51.5樓上才能買 現在真的不要買 最穩妥的就是52元 最穩妥的就是52元 你才能買 穩妥的 好 最後講講 現在港股也有跌了一些 現在現貨是在1954多的 今天港股低開 上回來還算是OK的 剛才衝上去500多的那是過份的 1419500 但是我給你70追股 你都是20多而已 你看看A50 你看 020沽了 現在吃著它50點 80點你就可以埋單 現在你又放下來 如果你剛才020沽了 你現在就放回指站 018 016 那些位置 它跌上去就給它 就收回4點填了那些佣的算數 要不然就等它載它 100點 12920成股 好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明天再見 好 拜拜 明天有這樣賣兩人 留意節目 拜拜 拜拜 是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餘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 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 立場 DEFER Aus... DEFER USURO VEK DEFER USURO